伯婉雖然不是婆婆 但是她們很多女生長輩 有問題也都會跟她聊 有故事也都跟她說 而且你知道嗎 都覺得說你媳婦面前 譬如說我生得油漏漏 也不敢說 可是私底下就會來說 我跟我說 我的媳婦 真的現在的孩子 嫂子都不說 所以真的就是要用鼓勵 用愛 代替責備 像我有一個女性的好朋友 就是大姐 她就跟我講說 她當年像我們認識她 就覺得她蠻風光的 妳的中部七期有土地 被徵收的時候很有錢很有錢 可是她說她心裡一直有一個痛 我說天啊 感覺上有一點無病身影 她說沒有 我這個大姐她就 她其實很年輕的時候 應該講大概小孩子 一個才唸 準備唸國中 兒子準備唸國中 女兒準備唸小學 老公突然中風 那老公突然中風 有時候現在真的是 你永遠拋不掉的一個責任 所以她就一個人 她又要帶兩個小孩 然後又要照顧老公 那只能幹嘛 她那時候就在台中 賺菜 自己賺菜 然後種菜完了 她說那時候 手勾一下 竿子頭 再扮一下 要做什麼 就是自己要去收割 菜掛掛之後 還要去市場買 就這樣靠著賣菜 一個女人家 就是把小孩拉拔長大 可是老實講 她這個兒子 兩個 就一對兒女 很有出端 兩個都考上就是念商 然後尤其是兒子 後來知道說媽媽很辛苦 所以她拿了獎學金 出國去留學 那這段時間在大學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女生 同系的女生 那個女生很漂亮 然後家事很好 她跟我說 多益考多少 我沒有問 應該是不錯 會拿獎學金 你說你媳婦九伯 我回去再來問問 然後結果就很厲害 她想說這個媳婦 覺得自己真的苦盡甘來 因為她看過那個女生 覺得這個女生漂亮 而且最主要是家境 真的很好 最主要她覺得說 也不是說要靠女生 覺得說你至少這樣子 不會 不需要再有一個負擔 女生裡面好 沒有想到她只是耳紋 看相比不錯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女孩子 都是透過兒子的嘴巴 後來兒子 她就跟著兒子 兒子不是去國外留學嗎 女生跟著去 可是兒子就是還打工幹嘛 因為家裡本來就辛苦 兒子做出團 然後那個未來的媳婦去 當然是家裡都顧得好好的 反正兩個在國外就一起讀書 後來回來 當然就是理所當然 就要結婚了 讓她很驚訝的是 後來她連兒子結婚 她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在台北 大白喜宴幹嘛 都不知道 她這裡的情節都不知道 後來是兒子 有一天跟她講說 你知道女孩子 比方說懷孕需要注意什麼 她怎麼懷孕 她說她們結婚了 天啊 她情天比利 你知道嗎 妳的中部精采的一種大姐 應該說阿姨 很老實在 很重要 也不敢抱怨 只是說 怎麼會這樣 有什麼 妳怎麼都不敢戴大聲 也不敢發脾氣 妳怎麼都不跟媽媽說 這重要的事 妳不敢說一聲 結果她就說 沒有 因為我媽那邊 知道我們家裡的狀況 覺得說站在上面 妳都有頭有臉 妳幫有頭有臉 爸爸這個狀況 可能也不能 也沒有辦法來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這樣子 就一這樣 輕描淡寫就過了 傷心歸傷心 傷心歸傷心 這個媽媽能怎麼樣呢 這過程都也沒有說 媽媽妳來我台北的家 坐坐 看一看 她沒見過媳婦 可是後來直到 就是孫 就是孫子出來之後 她第一次看到她的媳婦 因為去醫院看 說小小孩這樣 第一次 然後她說她去 她也不知道 有點手忙腳亂 然後兒子感覺 兒子一直要趕她 可是她就說 媽媽都說妳住哪裡 不然我來到 去家裡幹嘛這樣子 好 她就這樣子 才第一次去兒子的家 然後後來 就是本來就是 就是開始就是 孫子冒出頭了 然後她就 偶爾 假日她才會偷偷的 她說偷偷的 就帶著一些菜 自己種的菜 然後就到媳婦的家裡面 就擺在兒子的房子 她就說 妳這樣子 因為自己種的菜 比較安全 新鮮 新鮮 也是一個新 一個新這樣子 那一星就自己坐車 然後大包小包就放著 然後又怕吵到媳婦 就要走這樣 好了 有一天 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 她像說 最後 因為她覺得說 把兒子夾在中間 是照不太行 就是說 兩邊為難 不要 所以她都 這個媽媽多貼心 都是放著就走 不要跟媳婦打照面 不要吵到媳婦 有一天她想說 媳婦應該還沒回來 趁媳婦要走 趕快上個廁所要走 這時候 家裡門開了 結果一進來 匹配給我 看到一桌子的菜 就罵老公 為什麼妳媽媽 又拿一堆垃圾來 妳可以告訴我嗎 我們又不吃 然後我要去清掉 然後放在老伴店 家裡爛掉之後 然後又放在冰箱 發霉幹什麼的爛掉 然後長蟲 我們不需要吃這些東西 還不想她媽在那邊 不知道 就是這樣 她就趕快 我以廁所衝出來 她就說 我來跑了... 因為氣氛很尷尬 然後兒子從頭到尾 也沒講什麼 老實講 也沒有幫她講任何一句話 她事後回想起來 因為她那時候 覺得舞雷轟頂 覺得天啊 覺得有點... 不知道 不知所措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媳婦還更妙 她就說 我來行來走... 就是跟到門口 我說 要送媽媽 媽媽慢走是不是 不是 你那菜有沒有帶走 講太多了 她跟到門口 是再一次給你強調 因為本來都打照面了 因為我們都打不到照面 對 就說 我跟妳講 媽媽 妳拜託好不好 妳不要再拿來 因為妳拿來我也是斷掉 妳冬到這樣 老實說我假麻煩 妳真的不要拿了 結果後來她說她是... 她一出那個門 她就一路哭回台中 她哭到不行 越哭越傷心的是 兒子從頭到尾 沒有跟她說一句 說不好意思 媽媽 媳婦怎麼樣 中間沒有任何的潤滑跟安慰 都沒有 都沒有 然後事後她更傷心的是 因為她仔細回想 因為就是這個事情之後 她仔細回想 原來她兒子 有了這個女朋友之後 結婚 變母 變媳婦 從來沒有帶著媳婦跟孫子 到台中讓她看一眼 都沒有 妳知道嗎 後來孫子越來越大 後來她那一天之後 她告訴自己 她再也不會來了 就當作沒有這個兒子 可是最傷心的是 她大部分的時間 有的時候說 她會比較有電動的東西 畢竟是兒子 媳婦外回來 妳是不是什麼時候回台中 跟媽媽吃吃飯 說沒有 我們中間的中間有事 我今天要帶她去哪裡 祝福 要做什麼 你知道 她其實她連一頓飯 都沒有回來跟她吃 然後爸爸重病的期間 也沒有回來看 一切就 她感覺就把兒子好像嫁出去了 嫁出去的女兒 可能還會惦戀父母親 對 她等於是完全沒有 什麼都是照顧那一邊的 聽起來 是我故事 我們聽起來這麼的 神奇 可是我跟你講 老天有眼 你知道嗎 後來 後來是什麼 我剛剛講了 我跟你講人生真的 人算不如天算 真的是命運好好玩嗎 真的很好玩 篤玲哥 我剛剛就講說 他在七期嗎 他不是種田嗎 後來七期 不是有一年 突然間政府大量徵收 然後突然間出現一大堆的 一來一去的富翁嗎 不好意思 我那個女朋友就是 其中其人 現在有錢到 種菜的阿嬤就是這樣 對 現在有錢到不得了 觀眾朋友 那個意思就是說 原來 華納威秀還沒有蓋的時候 她在那種高雷菜 沒錯 種那個硬菜 是啊 現在華納威秀呢 所以後來這個媳婦 頓時覺得 天啊 老公 你在台北這麼辛苦 跟人家真的要怎麼 為無斗米折腰 為了一份工作這麼辛苦 回去 我們回去嘛 回去台中嘛 那個媳婦一直說 你趕快回去 跟媽媽講 因為七期後來大家知道 很多那種蓋著 很漂亮的咖啡廳 很多那種主題式的餐廳 其實不是為了客人 因為那些太有錢的人 沒事情 在當年那時候是在養帝 沒錯 然後其實大家就在那邊 喝喝茶聊聊天 因為太有錢 沒事情做嘛 但是不好意思 沒有你這個媳婦跟兒子的份 因為他不是有一個女兒嗎 我後來 我為了我們這一集 我還去update一下 因為我知道他那時候 就是心灰意冷 他把錢抓得很緊 你們誰都 子女都沒有用 可是老實講 過程當中 他自己有點重難群女 女兒其實一直有照顧他 女婿也一直在身邊 後來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現在女兒跟女婿 在七期有開一個 很漂亮的咖啡廳 媽媽每一天 你這邊把咖啡廳照顧好 我們在那邊泡茶聊天 而且媳婦 那個兒子跟 女婿 就是女婿當兒子一樣 女兒都有 每個月都有很好的薪水 因為也沒有什麼 他錢到最後也不知道給誰 每個兩個人 哇 You say say